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其实有传统 有一些人说掌门都是属于武侠小说的 其实不是像武林大会 它其实是武侠小说的模仿当时民国时候的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因为当时民国的时候国民党一共办了两次国考 一次杭州的武林大会 他当时是分成对抗比赛 分成拳脚 然后分成长兵器对抗短兵器对抗 而且当时是要选出第一名 要成为国士的 因为以前韩信才能成为国士 国士无双 但就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然后各帮派 它其实都是地方的最大的乡绅 跟地方政府 然后推出一个武林人士去比的 所以最后到决赛的时候 咱们干脆就不要决赛了 地方利益集团摆破屏 对 广西跟成成摆破屏 现在没有武术比赛的吗 现在都是套路表演 因为其实这个是民国之后 清政府推翻之后 因为清政府都觉得中国人弱 然后这个时候他要强国强主 所以其实建国之后 也曾经沿袭大会的形势 但是那个时候咱们经过了八年的战争 中国人的战斗意识更强 中国人不单是武术对抗赛会死人 打拳击比赛外国人没事 中国人一打就会死人 打拳击 所以就由对抗变成表演了 所以现在它属于全运会下面的项目吗 武术是 但都是表演性的比赛 没有真的实战的 没有 那么实际上能有实战价值吗 就是说现在最好的武术师 他们真能打吗 就是说真能有杀伤力吗 他杀伤力其实是很强的 因为等于现在练武术的人 因为网络的原因开始有些福音了 最近网上的福音是把当年大概是50年代 有一个杨氏太极拳 就是他支身到泰国去开拳馆 那个人叫董虎岭 然后他打的录像当年是拍成电影了 拍成电影 但是一直作为秘传 我们都看不到 现在在网上公布开了 董虎岭当时就是在泰国的银行里边 用太极拳击败了两位太极拳王 而且你一看他打的太极拳 就完全就像一头老鹰在空中低悬的这样的一个太极拳 那么像那些电影里反复出现的 比方说鹅梅派少林派 跟一个西方的打拳击的这种人的打 那是实际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是吧 这都是电影里 不他实际上是出现过的 包括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清政府 因为当时不是山西的标局吗 他们山西的标局的标师都是很厉害的 然后就请了一个标局的老大 然后他本身也是乡绅 然后这个人都称的为车二先生 然后他是在天津 就把他请到天津那去击败了日本天皇的运武士 然后清政府还专门给他立了一块碑 给他立的算是武品军功 这一场比武 而且你看现在以色列的特种部队 还有俄罗斯的科科伯 他们训练的时候 其实都是训练中国武术的项目 我有一个怎么说呢 失望 这个失望就是武术大 这是什么 体育学院武术系毕业的一个武打的一个明星 他讲的就跟咱们武术的这一套不一样 他听了我说之后 他就说实际上我跟你说也没有这么悬的 比如说体重 你一个体重200公斤的 你肯定打不过体重100公斤的 就在双方大体一样 100公斤打不过200公斤 对 100就是轻的 你轻量级的 你肯定打不过重量级 他说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看他就是这么来理解这个问题的 对 但是如果练出穿透力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刚刚说体重去打 他有一个 但是如果练出穿透力 他就等于我拿着一个匕首跟一个赤手共权的打 这就是老年人可以打年轻人 体重轻的 可以打体重重的 武侠小说里常常出现的这样的情节 实际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出来表演吗 李小龙就表演过 就是他表演的那个寸劲 他就是穿透力 你比如有人就说了 说是李小龙要是跟一个体重比他大一倍的 全机议员打 他打人家一下没事 人家找他一下他受不了 他打别人一下 那个人就得趴下 因为他穿透力直接一上来 就穿透他的内脏 我一拳把你的肝打坏了 现在有多少人能像他这么打拳 起码我的演员 就是我排过两部电影 我的演员余成慧余老 他是可以的 就是因为他跟年轻的 我们组里年轻的小伙子就是试过手 然后包括这个 因为穿透力他可以弄得很慢 然后放到 我如果是很慢的放到你那儿 稍微做一点力的话 年轻人就受不了 他那个力量就到里边 这等于是有气功 你说气功也可以 说一种特殊的用力的方法也可以 对 我觉得我们所理解的是一种 就是说好像物理学 有的时候其实全聚运动员也需要练 等于说你能不能把你体重优起来 集中在拳头上 这么当然是有劲儿 但是好像还不是你说的这种穿透力 因为武术它是涉及到一些秘诀的东西 这个不能讲 然后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比喻 因为但凡学权的人 老师要为你一身考虑 如果你落魄了怎么办 所以一般学权的老师会交给你一些杂耍 就是说你没钱了 你可以到街头卖艺 然后你看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杂耍 就是我拿手可以把一个砖头给批断 对 它里边其实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力学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所以它那个穿透力 你要练出特殊的肌肉跟韧带 但是它还是很科学的一个力学的方法 对 而且披砖头的这个方法 如果学生的领悟力好的话 他可以用到实战上 这里边是有它的力学道理的 但是它是通过几代人揣摩出来的 它就必须得传给传人 那么从武术的发展来讲 现在只有表演没有实战 会不会长久会妨碍武术这么一个 它的实战的价值 包括它的人文跟艺术的传统 是 然后但是这个是指的在普传的方面 然后在所有的真正的传人那儿的 所谓传人 高人那边就不断的 他是一定要实战的 然后而且实战是 但他们在什么场合来实战呢 其实就是在家里 就是在家 私下私会 私下就不能有合法的一个场合来打他们 对 你看包括真正的太极推手这个东西 他不是说咱俩这样 这样搞搞力学 他这太极推手的原理是什么 就是说大家都是玩大杆子的人 玩两丈长的兵器的人 然后你把我打败了也不好 我把你打败也不好 然后你到我家里来 咱俩啪这样一碰 其实那个劲都是大杆子的劲 是一个两丈长的兵器的劲 然后啪一碰上之后 你的水平我知道了 我就 他 他是这样的 会 也有伤人 对 如果控制不好 就会伤人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啪一下 光是手 咱们碰完之后 就不敢接着往下比 这也是武侠小说常有的桥段 那就是有现实根据的 武侠小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对面稍微懂 闻思不懂 这边已经知道了 不在一个城市上 不能 不能 刚才张牙舞爪 现在知道不行了 对不对 等七千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一看见徐老师 就老想讲武功 其实人家是北京电影学院正经的老师 而且自己也拍电影 所以我说 其实可以讲讲现在的中国电影 最近我们老聊 你想最近我们聊小时代 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我真的有 我感觉 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 这个小时代 咱就说去 你看那天我提了个话题 我说咱们有没有冤枉 我批判小时代 那集还没播呢 张艺谋 对 好我现在再说 也许过去我在没看的情况下 听他们很多骂成那样啊 我看了之后呢 我真的觉得还可以了 你作为一个就是青少年电影 对吧 其实有一件事我挺不同意 就是他们老说这个郭敬明啊 特别这个浮华好像特别虚啊 嗯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啊 他很真实 他反映的这种小女孩啊 很真实 我敢肯定啊 就是就是个小女孩 就爱看这个电影 因为就是小女孩聊天的内容 小女孩啊 就是谈恋爱就是互相吃醋 对吧 他很真实 你可以说他不深刻 不不不够 但是太真实了 你想而且他提出的这个概念 就说这个在无边的这个黑暗当中 我们每个人就是个小小的星辰 有小小的感动 你比如说对于高中生来说 也许姐妹们一块 为了一个比赛啊 大家出了把力 那种友谊 那种或者为了谁的男朋友 那大家互相帮扶了一下 他们的生活可不就是这个吗 你还那吃着脚从高速公路奔下来 那是没吃过脚的人才编出来的桥段 你要吃着脚去奔一下看看 那几个小妞儿开玩笑的真是个鬼啊 我跟你讲 你那是他想象的浪漫 对对对对 那这种浪漫 但他自己要脱了鞋 在高速公路去奔一圈 他就知道了 对那我觉得你这个 用来对对这个郭敬明的这个要求啊 是有点这个老人要求小孩了 就是就是大家啊 是因为先不喜欢郭敬明 以及他的小说 以及他代表的东西 所以把这些东西啊 全放到一个电影里来 不是他的电影浅薄 这个大家都公布 但是比较可怕的是这个浅薄 真的真实 就是你周围生活当中的人 真的这样浅薄 可怕的不是他的电影 可怕的 这样的电影 还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 这才是大家比较不舒服的地方 真的就像里面 所以我说的很真实啊 在这个意义上很真实啊 他拍出来就是这种小女孩的梦啊 包括这个郭敬明 这是他能想象的最好的世界了 而且还有自恋 把所有的男演员都考的跟他自己一样 是 就比较高一点 他是有个自我表达 所以其实他不是骗钱 他有他的诚意 自恋也是诚意 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一个镜头 整个小时代 就他最后出现了无数的服装广告 全部出现在一个屏幕上 是是是赞助 我就说不得了啊 这么多的品牌都在赞助啊 对啊 他拍出了他的 你想1942能找什么品牌赞助啊 对不对 他完全没办法 他真的有赞助 你武侠片 你也找不到这么多人赞助 我觉得类型 电影的类型真的很不一样 你不能拿郭敬明的电影当成 他也是一种类型 咱们这个电影学院老师不说话 咱俩没完没了 你最近啊 这个确实我就从 为什么提小时代呢 因为大家老在说啊 现在出来了一种叫做什么烂片消费学 就说为什么现在中国那么多的烂片 甚至有数据表明 就说公认的最烂的最雷的那个电视剧 可是为什么索福瑞公司出来调查结果 都是高手势 对这种现象你怎么理解 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不单是中国啊 就是全世界的这个电影呢 他都是处在一个没有正餐的一个时代 你看包括咱们非常热衷的 就是拿价值观啊 拿这个时代的问题啊 来评论这个小时代 但是可能小时代呢 放到国际影坛上边 人家一看呢 就说啊 这就是一个小牛的电影 小女孩的电影 对就是他他他他其实就是属于是属于是那个一个电影文化里边的一个配餐啊什么啊 就是年轻人看了都 不不不不 美国的大西洋杂志评论 他说这个畸形的中国梦 我认为我跟你讲 我看了小时代之后 我必须说 我认为大西洋杂志的这个报道啊 严重了 太严重了 就是说这个说话的那个严呢 严重了 就有点 甚至我就觉得我怀疑这个记者是个什么人 就是太上纲上线了 是个女的 太上纲上线了 对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电影学院 我当时学电影的时候 学完之后呢 现在实践来拍摄电影 然后也是有巨大的一个惶恐 因为现在电影跟我们学的完全不一样 对 它是另外一种 你看如果拿打保龄球来做比喻 最初的打保龄球 就只要你把直线对准了 打中间那个一个直线扔过去 六个球就下去 但是你打了深了之后 你肯定不满足于这个 你一定说我不打一个直线 我打一个弧线 然后这个球是螺旋的 我是通过螺旋率把这个 把这个兜给打倒 这是玩保龄球的乐趣 其实我们当时受的那个电影观念 都是要我们打这个弧线 叙事艺术是折射的艺术 然后现在变成什么东西都要直讲 然后叙事艺术电影小说 它其实都不是一个逻辑的艺术 而是一个失忆的议会的 但是现在你看所有的剧组一开始讨论本子 都是说逻辑怎么怎么样 对 所以它是你学的是打弧线 然后但是时代要求你打直线 学的是太极推手 但时代要求拳击 时代是还要先听制片人 制片人钱从哪里来 投资多少钱 咱们能拿回来 所以他们现在关心的不是把六个保龄球打下去 而是关心的这个球本身是金子做的 这个不是木头做的 打出去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用这样的来宣传 但是整个电影工业 然后你看像学术重点又开始转移了 你看我们上学的时候 包括老师对我们那种要求 它其实是一个参务式的那种学习 所有学艺术都是参务式的 然后当时说电影的艺术是空间的艺术 然后你要通过人物的情感跟人物关系的变化 你要通过空间的变化来表达出来 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一般来说是学生到三年级可能能够悟到这种东西 然后我当时比较迟钝 然后悟的比较慢 感觉不好 但是后来等我悟到了之后 发现这个算是最高的一个学术重点 然后在当代都被清处理了 这个时代已经不要求构图 不要求空间变化 你只要有鲜明的形象的累积 或者一个很快的简洁节奏 你就可以成立了 对 片场的排期 四听盛宴 好好跟陈凯歌切磋一下 你像是我在台湾他们讲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青春有个青春有个青春有个九把刀拍的那个 他很多他老导演也会觉得就算时代改了 说这个片子他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那些年追过的女孩 他会觉得就是说原来拍电影也可以很简单 那个电影倒还挺朴素 对 挺朴素 你要说挑剔 我就跟小时代一样 你说你挑剔他的技巧 电影艺术等等 就不必说 你知道吗 他好像不是说这个 但是人们欢迎他 也有了另一种欢迎的理由 这跟以前我们一直多年端研的有不一样 九把刀他的网络出名的作家 可是他那个电影异常朴素 他那个电影其实才是真正的商业片和大众电影 因为我们概念里的商业片和大众电影 不是商业包装或者是商业元素 而是说你一下契合了这个时候的一个大众心理 大家有共鸣 最大的商业是大家有共鸣 但是现在的好多商业片都是把它做成一场热闹 做成一场秀 而他那个是一场回忆 所以是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 现在这都跟弄的都跟一个晚会似的一个电影 都跟时装秀演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对票房 这就是什么西游降魔片 北京遇上西雅图 什么志青春小时代 就是说中国现在一步一步过亿 甚至过十亿的这样的电影 这些对你们的电影人带来什么冲击 让我们在制片方面前更无力 因为中国环境 也等于以前的中国人 他办一个事情 然后几个人谈的特别 其实是大家在磨合一个分寸 就一起办事的一个分寸 其实中国人是以前传统的 他是特别讲逻辑的一个中国人 你想想一个礼教的国家 他就是一个逻辑训练 然后在办事的时候 然后说话 一个身份很低的卖烤白鼠的人 我可以批评富甲或者批评高官 我一定要讲出理来 但是后来在我们小的时候 我出生之后 黄金时代大概到了80年代之后 然后开始觉得用愤怒来取代逻辑 就是说什么事情我急了 这事就可以办 这个时候他就取代了讨论 身高就是有理 对 因为我一直在思考 就是说你看包括在美国 他发明了电影之后 他其实用了十几年 就开始出现 最卖座的是一个国家的诞生 他开始从最粗糙的那种电影 然后有身份的人 都不会去电影院的情况 他一下变成一个有品味的 大家可以看那个电影 他们就用了十年的时间 然后我们现在改革开放 开始尝试拍商业片 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 但是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一个局面 你照理来说 它不应该是中国人种民族出现的情况 因为以前都是外来文化来了之后 都非常喜欢中国 因为禅宗来了一看 有大盛气象 别的就不传了 传禅宗 你这个地方是有基础的 包括一些西洋绘画来 而现在我们接受商业片 好像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基础的一群人 然后我们从最低端的东西发展 而且时间还很长 对 其实钱越赚越多 那方完全迷茫 方向就完全迷茫 彻底迷茫 就是好像 对跟以前历次的这个佛学 传到中国的这种 跟本土的结合相比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